今日來意大利電視台報紙和廣播電台等眾多媒體 持續譴責中共活摘器官罪行 12月23日 有280多萬讀者群的意大利第二大報共和國報 在報導中共活摘法輪功學院器官的罪行時評論說 活體摘取器官是惡魔行為 中共前公安部副部長李東升 從遭調查到被火速免職 前後不到5天 當局拋出李東升的隱密頭銜 610辦公室主任 卻對其實際罪名引而不發 中共過去從未公開宣布過落馬高官涉及法輪功問題 但此次官媒著重強調 李東升是專門為鎮壓法輪功而設立的非法機構610的頭目 被外界認為此舉不同尋常 分析認為 李東升下台的實際原因 就是涉及殘酷迫害法輪功 香港社民聯約20名成員在12月26日 耶誕節過後的Boxing Day拆禮物日前往禮賓府 他們自製一個超過2米高的陸某溪 準備送給特首梁振英 批評梁振英政權過去一年 不但乏善族臣 且醜聞不斷 施政黑箱作業與名為敵 要求梁振英下台 大陸省市區將放寬獨生子女政策 允許一方是獨生子女的夫婦生育兩個孩子 也就是所謂單獨二孩政策 預計明年第一季實施 新唐雅台電視整理報導